清瓦台是这个韩国总统住的地方 清瓦台说金正恩正在以忠诚为准 更替军部领导权 其实呢 我看的报道 其实就是金正恩现在进行新老干部的更替 用了一些50多岁的军人呢 来替代现在的一些高层领导 70到80岁的老干部 韩联网讲朝鲜可能在下个月呢 重新开始对韩国的心理债 就是大喇叭啊 也喊话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这个在03年已经停止了 这是这个节目叫什么呢 这网站叫我们民主之间啊 这可能是下个月重新开始